那么在这个境界里头 为什么还求往生呢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成就快 诸位要晓得 入一正法界并不是究竟圆满的成就 他是成就了 但是没有达到圆满 在华藏世界里面 还有四十二个阶级 那就是识柱识行识回向 识地等觉妙求 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到一正法界了 到华藏世界了 这是圆教出诸菩萨 从圆教出诸菩萨修行 修满识地 就是四十个阶级 这四十个阶级 需要三大二身七戒 菩萨成佛修行三大二身七戒 是从初诸菩萨开始 没有真的初诸以前 你修行的那个十节不算 你就晓得 在华藏世界修行 要那么长的时间 可是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时间就缩短 这是不思议的境界 很快就圆满成佛了 所以你文书普行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道理在此地 华藏世界是不是极乐世界呢 是的 极乐世界也是华藏世界 但是虽然在同一个境界里 确实是两种不同的修学环境 一个快速 一个是缓慢 是缓慢 谢谢大家